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新政局新挑战 借近瑞士特别报道 我是秦林谦 这个小时我们要带您从台湾到瑞士 来到这个被阿尔卑斯山环绕的欧洲小国 来看看的是 这个人口只有800多万的国家 如何能够在百万年之间 变成人人称秀的富强小国 而台湾又能跟他学些什么 我们就先带您来从一些数字看起 瑞士为什么这么强 这个人口只有800多万的国家 包括了2015年 它是联合国世界幸福报告 最幸福国家排名第一 2015全球创新指数 也是它排全世界第一 还有更厉害的就是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 同样也是全世界第一 而且是连续七年 2014他们的人均GDP是8万5千多美元 全球第四 2014的失业率 他们是4.5%只有欧盟的一半而已 这个国家为什么能赢呢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在于他们的公民力 瑞士实行直接民主 一年他们举办了16次 甚至是更多的大型公投 透过公投用理性的脑袋决定政策方向 让国家走在对的道路上面 而民众关注哪一些的议题呢 最多的大概就是社会政策 再来是跟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基础建设 跟环境有关的议题 接近瑞士特别报道 我们就先带您来看 瑞士强大的公民力量 让他们做了多少对的决定 台湾跟瑞士真的有一些相似之处 瑞士紧邻欧洲三大强权德发役 而台湾则是有中日韩东南亚列强围绕 在经济上 两国的中小企业数量 都占有极高的比例 而且内需市场小仰赖外貌 那么瑞士依照自身的条件 做到哪些事情 非常值得台湾反思 有人告诉我 到欧洲如果只看一处风景 那一定是瑞士境内的少女峰 还有人说那是天使居住的地方 于是TVBS前进少女峰 不过倒不是要带您观光旅游 每个小时都有一般这样子的列车要通往有欧洲屋脊之称的少女峰 而这里就是Greenwald通往少女峰必经的车站之一 但是这个小镇面临到了一个难题 就是面对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铁路的承载量开始不足 于是少女峰缆车公司 他们开始希望说能够进行一个铁路扩增的计划 但是小镇的居民 有人赞成有人反对 因为在面对环境的保护 以及当地经济繁荣的问题之间如何取得平衡 照理说瑞士是全球观光大国 能赚的旅游财怎么可能不赚 但面对盖缆车扩增铁路 这种无法回复的决策 瑞士人会特别谨慎 随便一问小镇居民 每一人不知道这件事 这是公民对公众事务的参与感 即便增建缆车 可吸纳更多观光客 让小镇经济更繁荣 但因为有农地主人 担心破坏环境 美景回不去 有落农 担心缆车噪音 可能干扰动物作息 这计划推了好几年 仍然还没动工 在售票车站放文宣资料 用文字数据理性说服证明 良性沟通希望取得共识 而不是私下官商勾结 改变法规或逼农卖地 所以在瑞士 很少有激烈抗争场面 因为瑞士人参与公众事务 也相信透过公投 可以表达意见 这是公民素养 而且不只相信公投 也愿意接受公投的结果 和信任政府的专业 瑞士不大 距离第一大城苏黎市 仅40公里远的利尼根小镇 因为地质结构稳定 经过长期钻探研究 成为最有可能 被选为放置核废料的地点 如果联邦政府拍板定案 并且通过全国公投 利尼根市长 带我们走的这块土地 这个小镇 2050年 就将成为核废料 除智场 我认为 这里有一个群人 这些人 其实是同样的 但他们可能有点害怕 因为他们的房子 比较少 换成是谁都一样 一开始没办法接受核废料 就要放在自己家园地底下 但瑞士联邦政府从一开始 就成立专门委员会 负责对当地居民和地方政府沟通 将相关资讯安全措施 以及可能的环境影响透明化 政策公开透明的用意 不是为了改变反对居民的决定 这么做的本质精神 是提供所有客观资讯 让居民能做出独立判断 经过五年时间 利宁跟居民逐渐能理性看待问题 也觉得瑞士人制造出来的核废料 本就该是瑞士人的责任 该去解决和处理 对比台湾面对相同议题 新北市门的核一厂 未来即将停机厨艺 核废料能放在哪 本岛外岛炒成一团 国家处理得不到信任 地方政府和居民只有强烈反弹 还团也只有一颗评论 拖延和骗 再看看人家瑞士 还可能放在距离第一大城 只有40公里远的地方 但如果政府各种研究和证据都指向 放在利尼根最适合也最安全 那居民愿意接受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而且愿意相信政府的专业 这是瑞士公民的共同体意识 决定自己想要的生活 更是身为认识人的责任和权利 在侧马特的这个小镇 镇上的人民用公投决定 他们镇上不能有任何的车辆进入 唯一可以行驶在路上的 只有马车跟电动车了 居民宁愿日常生活不方便 也要保护这片山林美景 于是这样的画面天天出现 想来到侧马特旅游滑雪 管你是哪国人 出了火车站 要是不想花钱搭电动车或马车 就乖乖拖着沉重行李走路吧 你们一开始知不知道 这边是没有车子的 然后就是要拖行李 有查 有查 我知道 有知道 会不会觉得好重 要拖行李走这么久 可是不会啊 就觉得比较有特点 然后就是没有污染嘛 然后就比较好 瑞士爱公投 一年大约有20个 全国性的议题和法案 会进行四次左右的大型公投 除此之外 还有地方以及各州的议题 也要公投 例如土地是否可以变更使用 甚至小到当地商店 即点开门营业 还有想重新装潢房屋 外墙门面颜色跟设计 是否会影响整体社区景观 也都要居民公投投意 但公投可不是乱投一番 负责任的选民会思考 而且看的不是短期影响 最近一个瑞士经典的公投案例 莫过于2014 瑞士人民以76%的超高比例 否决了全球最高基本工资 月薪4000瑞郎 相当于台币13万5000元的公投案 如此优渥薪水 他们为什么不要 否决此案是不是头壳坏掉 不过瑞士人想得很深很远 他们知道 一旦强迫雇主接受最高薪资 就代表未来工作机会可能减少 特别是对女性或服务业 将造成影响 所以理性否决了 还有2012年瑞士劳工团体也发起公投 要立法将劳工目前拥有每年四周 代薪休假的福利延长为六周 也是被三分之二压倒性的 民意否决 在民众有独立思考能力 不会受到政党或者是民粹操弄的前提之下 妥协在瑞士从来不会是负面或者是失败失落的代名词 即便在快速的全球化趋势之下 重视公民参与的瑞士还是相信 让社会跟人民有共识 走得稳比变得快还要好 TVBS新闻 潘玉文 秦林谦 我们在瑞士的采访报道 我们刚才看到了瑞士人民重视独立思考 他们用公投决定自己生活的方式 而其实这些公民的素养是从小培养而来的 所以教育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环 就带你来看的是瑞士的教育了 先来看看的是这个数字 其实瑞士非常的重视理论与实物并重 成绩从来不是他们对孩子唯一的评量 瑞士教育的目标着重平等 独立思考 沟通 参与 还有多元融合 在这样子的精神之下 最新公布的2015年U21 国家高等教育制度排行榜 瑞士就排名非常前面 世界第二 而台湾排第21 在亚洲国家还输给了新加坡 香港 以及日本 其实这个排名并不是针对了个别的大学 其实而是整个国家整体的高教制度来进行评估 评估包括了国家的人才输出 国际关系 教育资源 还有环境 我们继续带您走入瑞士来看看的是 瑞士的小朋友他们如何被教育 他们非常地重视孩子独立 也希望孩子能够勇于尝试 跟着我们的镜头走入校园 从细节来观察 瑞士侧马特小镇的夜是属于年轻人的 因为瑞士人重视家庭生活 店都关得走 天黑了通常多半是年轻人 比较喜欢还待在外头 买东西 吃东西 还有卖东西 这个是巧克力吗 这个是巧克力 这个是普通的和巧克力 几个16岁高中男生为学校慈善活动出来摆摊 你自己可以买的吗 这个是对的 真的吗 我们试试 好一个我们试试 愿意尽力去尝试 男生自己会做小蛋糕来卖 说什么姐姐我也要捧场一下 虽然瑞士物价真的很高 我会这个和这个 这个和这个 好 这个和这个 那是四个银子 好 他们说从小父母就会让他们什么都试试看 所以做蛋糕小点心并不是刻板印象中女生才做的事情 这群高中男生开朗健谈 让我忍不住和他们多聊一些关于未来 我最爱是我的工作室 我会想成为一个镇厅 我会成为一个镇厅 我会成为一个镇厅 我的媽媽是一個製作者 前面她是一個製作者 她說她是一個製作者 她告訴我所有製作者 我告訴她 我愛它,我喜歡它 我會做這個,我會做這個 我會做這個,我會支持你,我會幫你 我會做這個,我會做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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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短聊天就可以聽到瑞士年輕人 即便知道未來充滿競爭並不簡單 卻依舊帶著夢想和規劃前進 這塊加了許多樂觀和勇氣的巧克力蛋糕 格外美味 而勇氣應該是從小培養而來的吧 瑞士的冬天天亮的晚 平均溫度只有零度上下 該上課的早晨通往小學的路上 幾乎看不到爸媽牽著孩子 走路或開車接送 瑞士父母訓練孩子獨立 不管再冷的冬天有沒有下雪天亮了沒 穿上反光背心 讓他們自己走路上學去 是獨立的第一課 不過訓練獨立不是把孩子丟在險境 而是有先教育告訴他們危險在哪裡 學校老師還有家長教得真好 不隨便理會陌生人搭訕 尤其我們又是外國人 要過馬路還會左看右看 再三確認是否有來車才通過 這個身高看起來 大概才小一小二的可愛女孩 完全展現瑞士小朋友 獨立又積緊的樣子 不信繼續隨機採樣還是一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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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有個男人 可以從很多細節看出瑞士家長和老師 對孩子教育的態度 十八分 四張 課程進入另一個階段 老師請小朋友幫忙搬椅子 但教室裡的椅子好大一張 看起來也挺重的 如果在台灣 做法可能是老師上課前自己先搬好 這樣才不會浪費時間 而且要是小朋友沒搬好被椅子砸到腳 恐龍家長怪罪下來可不得了 但瑞士父母從小就會訓練孩子做家事 老師也會讓學生自己來 就是這裡的父母 他們也期望孩子一起來分攤家務 而且是實際的參與 比如說媽媽今天做飯了 然後就希望孩子還要幫忙準備餐桌 吃完飯以後要收拾餐桌 重點仍舊是獨立 因為瑞士沒人喜歡當恐龍家長 交出媽寶 看到這大家可能開始有疑問了 不是在瑞士嗎 怎麼老師說中文 小朋友唱中文歌 這裡是瑞士劉森中文學校 我是英格人 我是英格人 我是上個人 瑞士本來就是個包容多元語言的國家 光是官方語言就有四種 德、法、義還有羅曼語 再加上大陸觀光客 近年呈現倍數成長 商業需求增加 眼見華文 在瑞士的重要性與日俱增 如果小朋友自己有興趣 瑞士家長也樂得讓孩子多學一些 他可以說多少語言 他很興奮 他去英語學校 英語和英語 他還要加上中國 他學習俄羅斯 他現在開始用了法國 你家有誰 我爸爸 爸爸媽媽妹妹弟弟和佛 你說 橘子 你說什麼 橘子 老師給了你橘子 你說 我說橘子 謝謝 瑞士老師教法靈活 成績從不是他們在乎的唯一評量 希望孩子主动勇于表达 Matthias学得很开心 把上课当游戏 不过这一天 他表现有点失常 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又有没有举手 你又有没有举手 我老师有没有叫你的名字 继续举手 Matthias OK 因为我看过了很多人 然后我会有点疯狂 我会有点疯狂 但是我明白你会看到你的老伙子 这就是为什么我邀请你今天来的选择 但是当你愿意在开心 当你会看到你的老伙子 你別忘了你的航空 你會批准 對不對 對 你跟我們同意嗎 抱歉 我再給你 好,我批准你 那Mathias的話 因為他平常不是這樣子 我可以了解他很高興 他今天來看到他的舊朋友 可是有些 像那種基本應對進退的 領袖是不應該被忽略的 然後這一點 其實也是我從瑞士的家長 身上學到 犯錯了不當面斥責 也不像台灣家長或老師 總習慣用權威的方式 下達該怎麼做的命令 獨立、思考、敢表達、肯認錯 願意妥協也不怕示弱 一堂在瑞士的中文課 看到了瑞士人的教育 希望教出怎麼樣的孩子 不也看到 這些未來瑞士主人翁的公民素養 在逐漸萌揚 瑞士充滿群體意識 從小就被教導要守法 而且自我規範跟要求都很高 更不用說攸關健康的食品安全了 瑞士如何把關食安呢 我們就帶您清楚來了解 比如說一頭食用牛好了 從它的出生到整個的生長過程 獸醫跟寺主都必須要登記註冊清楚 還有所有的用藥記錄 另外牛隻身上也必須要懸掛標示 而在它成為我們的食物之前 還有層層的關卡哦 包括宰殺之前的檢驗和發許可證 再來在它製作成食品 之後的加工過程 也都要詳細的把關檢查 包括檢查有沒有任何的傳染病 以及有沒有任何的寄生蟲等等 都是必須要有明確的規範 那麼我們繼續就帶您從生活面 還有消費面 更進一步的來看看瑞士如何做到食品安全管理 我們來到的是蘇伊士最有源的漢堡店 進到這個非常私密的廚房 他們的食物他們非常清理的 就是食物從哪裡來 原料從哪裡來 然後怎麼做 都是非常清楚的在規範當中 謝謝 謝謝 而且你真的知道突擊的狀況 就是沒有什麼準備的時間 這裡真的超乾淨的 超乾淨 而且這已經是他們經過中午時間大戰破後 還是保持得這麼乾淨 就是瑞士人做實際的方式 本以為重視隱私的瑞士人 會拒絕帶媒體進入餐廳的心臟地帶 廚房 沒想到臨時要求 想看看食安環境 他們馬上OK 蘇黎世日營總部和國際飯店區 附近的一個街角 如此高級地段 一間從外觀看不出來 在賣漢堡的漢堡店 卻是許多銀行家跟國際旅客的最愛 還被評為是蘇黎世最好吃的漢堡店 就算過了午餐時間 還是有不少客人 但老闆Chris 終於有空檔接受訪問 我告訴他此行目的 可不是旅遊美食節目 來介紹蘇黎世哪裡好吃好玩 而是想觀察瞭解 瑞士製造瑞士食品 為何能贏得信賴 瑞士又是如何重視食安 只是都還沒看到漢堡 先看到驚人菜單 這間店最貴的漢堡 一個要42.5塊瑞郎 折合台幣1400塊錢 瑞士物價高沒有錯 但跟當地連鎖素食店相比 一個大麥克套餐 有薯條飲料 11.7塊瑞郎 這間漢堡店 一個漢堡就比素食店 一個套餐貴了超過3.5倍 漢堡敢賣這麼貴 還能被說是蘇黎世最好吃的 真的不簡單 關鍵在於 瑞士人很興奮在哪裏的食物 這就是我們四個重要的事 這必須是100%海南鴨 這是一種貴賣 它是在這裏的地方 所以每個人都能看到 看著自己的貴賣 去到這個貴賣 去看自己的貴賣 所以我們不會有秘密 瑞士人重視吃 更重視吃了什麼 除了食材全來自瑞士本土 醬料也都新鮮自製 而且許多還是有機的 難怪反映在價格上就是貴 但瑞士的消費者信任 而且有正確觀念 了解一分錢一分貨 如果我真的做到這裡 如果我真的告訴人們 我們從哪裏的食物 如果是在紐約 那不是問題 他們相信我們 你們知道台灣的貴賣 我曾經讀過 但可能在網上不太多 我認為這是一個油漏 還真的是好事不出門 壞事傳千里 連瑞士人都知道 台灣曾爆發一連串 食用油食安醜聞 業者說食品管理法條全球都有 差別倒不在於嚴格與否 而是在於業者 你有沒有把吃當成一個 良心事業在做 如果他們服務人們 今天不好的事 他們明天會不會回復 人們在想長期 對於亞洲 這方面是很不同的 如果我謊言人們 我不會長時間有很長的事 所以我不會做 所以借進瑞士食安 從餐飲業者端 我們看到了自我要求和誠信公開 再從瑞士政府對食安的把關來看 瑞士最大的連鎖超級市場 而且有差不多80%的瑞士人 大部分都在這邊買一般生活用品 嫁到瑞士三年 也跟先生一起從事有機食品業的台灣女生 陳亞婷 先帶我們逛瑞士兩大連鎖超市 光從民眾最常接觸的超市 就能看出瑞士對食品安全管理的細節有多要求 瑞士注重食品誠實標示 產店來源是不是有機 甚至連製造方式都各有不同標章 重點是沒出過包 民眾信任 就連每一顆蛋的蛋殼上面 還都有自己的身份證字號呢 他們每一顆蛋上面都會打它的身份證 一個一個辨識碼 例如前面這個零表示說 它是有機放養蛋機所生下來的那個蛋 然後CH也指這個蛋來自瑞士 然後這個3150就是業者的編號 或者農場編號 然後這一個號碼就是它放置的時間 輕輕處處 重點是你們怎麼都知道啦 你們有被教育 我是讀那個他們超市的雜誌學到的 而且他們的有機的這些蛋機 還是放養蛋機 他們的規定都寫得清清楚楚的 對 像有機的話 像這邊有寫那個BIL Bill 瑞士重視吃 更進階就是追求有機 不只蛋 各類商品都推有機 超市裡的有機商品貴位越來越多 有機食品專賣店也一間一間開 大受消費者歡迎 根據瑞士最有公信力 也最高階的有機標章認證機構統計 2014年瑞士有機商品消費市場的年營業額 高達22億700萬瑞郎 折合新台幣600多億 每年還都有至少7個百分點的成長率 你看這是自然的奶 這是標籤 你看這是BIL Suisse 這是由紫蘇蘭 一公升有機鮮奶2.4塊瑞郎 同樣容量的一般鮮奶只要1.5瑞郎 有機的貴了60% 但瑞士的有機要求比歐盟標準更嚴格 從乳牛的生活環境 吃的食物到鮮奶產出過程 都必須符合有機標準 消費者相信瑞士對於生產過程的高要求 自然願意付出高價購買 據我了解瑞士的業者通常都非常尊重法律 他們從小就被教授你要去守法 尤其是食品 這個東西又非常的優關 親密和健康 他們更是注重 一路看下來瑞士能夠建立完善 且互信的食品安全金字塔 政府端制定完整的食安制度規範 業者遵守並有良知的自我管理 而消費者信任 並且有正確的消費觀念 在瑞士沒人擔心會有食安問題 而且便宜未必沒好貨 對於你們在瑞士生活的人來講 你就不會覺得低價就是爛火 你不會 不見得要每個產品都會去思考 你看這個跟這個差一塊錢 差在哪裡 就是玻璃瓶 就是玻璃瓶 對 而且它這次很好 這個是抗UV 一定會去看看包裝 還有標示 瑞士聰明的消費者 會知道價錢的差別在哪裡 然後去做出符合自己需求的選擇 瑞士是一個小國家 但是它卻擁有許多全球知名的大品牌 而且還要來看看的是 2015年它的全球創新指數 還是排名世界第一 瑞士的品牌競爭力 繼續來了解 說到瑞士你會想到什麼 它是全球最富裕的國家 它是度假勝地 又或者它是必須的天堂 還有更多人可能會想到的是 瑞士巧克力 瑞士刀 以及奢華的瑞士錶 但是在成功以及光鮮亮麗的背後 瑞士如何經營國家這個品牌 有很多細節可以觀察 瑞士它是全世界最愛吃 也吃最多巧克力的國家 瑞士巧克力的國家 最愛吃的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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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沒有價錢 因為人們可能不看得到 但當你吃到它 它不是想到的 而人們來這裡 都想到最愛吃的巧克力 他們不會想到價錢 瑞士巧克力聞名全球 但做巧克力的原料 生長在熱帶的可可樹 瑞士根本無法種植 但為什麼這個國家 卻能成為世界第一大 巧克力生產國呢 因為小小一塊巧克力 瑞士人都要求做到最高品質 而且能創造出自己的品牌競爭力 要不就是經典到 巧克力老店能變古蹟 要不就是巧克力 光一種口味 可以賣騙全世界 能夠在瑞士最知名 而且最昂貴的精品大街 班貨富大街上面 有這麼一間巧克力店 那麼這間巧克力店 想必它一定要是全球夠知名 沒有錯 在瑞士眾多的巧克力品牌當中 要能夠獨佔 敖頭 它必須具有怎麼樣的品牌 經營特質 帶您一起來了解 這個空間不大 已經超過80年歷史的巧克力老店 歐 美 亞 中東都有分店 他們的香檳送入巧克力 紐約時報評為是全世界最好吃 而且最頂級的手工定製巧克力 中間就是其他巧克力製造商 怎麼學也學不來的香檳奶油 是用最頂級的香檳王製作出來的 這麼一小塊巧克力 卻能有多達四種層次的味道口感 難以取代的美味 讓這間巧克力迷必定潮生的名店 能夠全球展店 卻不需要任何行銷廣告費 我們是小在 Zurich 但大廣告外面 我們不拿來販覽 如果你要找我們 想要看一販覽 你會不會看到 我們販覽 我們販覽 你的販客 我的販客 他販客 它販覽 你試試,你買,你去,你有朋友 你邀請朋友,他們嘗試 哦,太棒了,你從哪裏得到 ToyShare,所以他們就來 這是我們的宣傳 老店堅持經典 而另外一個走跨國路線的 瑞士大巧克力品牌 則不斷朝改變口味、包裝 和造型的方向下手 我們有不同的概念 不同的商店的概念 在我們的巧克力工廠 我們有一個全量的產品 他們的商品系列則是多到開Outlet 愛吃巧克力的本地瑞士人 會定期來掃貨 更不用說巧克力Outlet工廠 早就成為全球觀光客 到瑞士的必訪景點 所以一樣超級賺錢 瑞士首先有名是因為它巧克力 所以它最有名的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就專門過來 打火車過來 做一塊巧克力都這麼拼 更不用說也是拼到全球第一的 瑞士製藥店 因為瑞士地小人少資源匱乏 他們清楚知道 只有專攻高附加價值的產品 才有機會跟別人不一樣 瑞士製藥雙雄諾華和羅氏 是全球第一和第三大藥廠 他們主攻的主要都是研發最貴又廢食 進入門檻更高 不可替代性更強的癌症藥物 雖然短期和歐美其他國家藥廠 走基礎醫療路線相比 研究標靶藥物較難看到巨大收益 但抗癌不能沒有它 標靶藥物價格昂貴 不可取代性 讓他們開始進入收割期 羅氏在2014年 營收高達480億美金 一間藥廠竟然能比全瑞士 但鍾錶業一年的年產值 380億美元還要高 這一切的差別都在於不可取代性 向來是瑞士工匠精神象徵的鍾錶業 儘管受到景氣波動 中國購買力減弱 以及智慧手錶崛起的影響 2015年瑞士鍾錶出口總額 出現了2009以來的首度衰退 但瑞士高級鍾錶 仍舊代表著精緻和品質 而且不止鐘錶 瑞士對於生產的創新堅持 和精細把關 讓全球消費者充滿信任感 任何商品只要是瑞士製造 幾乎就等於品質保證 而瑞士也以此為榮 以自己國家為榮 展現國家意識 從處處國旗飄揚 以及紅頂白十字做logo的商品 多到讓人眼花撩亂 可以看得出來 知名瑞士鍾錶品牌 還有瑞士刀是這樣 T-shirt帽子杯子鍋子 想得到的穿的用的也都是 重點還不只賣給觀光客 瑞士本國人更愛 不只這樣還有呢 大家非常熟悉的瑞士知名 三角巧克力品牌 上頭的Mark 就是在我背後的瑞士知名景點 馬特洪峰了 瑞士經營品牌 除了把他們的國家國旗形象象象徵 用在許多的商品上面 就連巧克力上面也可以看得到 那麼國家國旗logo或知名觀光景點 活用在各種商品上 而且推到全球知名 小到一顆藥丸 一塊巧克力 卻都遇藏著無限大的商機 高品質精密創新 高附加價值難以取代 瑞士經營品牌的智慧 值得同為小國的台灣學習 紅底白十字 鄭彥琦能夠站穩全球市場 做到第一 也期待青天白日滿地紅 走出自己的路 稍後TVBS獨家 還要帶你來看瑞士全球第一 無人駕駛公車 智慧 当Google跟苹果都在致力于研发无人驾驶技术的研究的时候 经过两年的研发瑞士先做到了 2016年的春天在瑞士的Sion 将可以看到的是全球第一辆的无人驾驶自动巴士在路上行驶 而TVBS我们成为全亚洲唯一获邀采访 也要来见证历史这一刻 在阿尔卑斯山环绕的欧洲小国瑞士 在一个人口只有三万的小城市Sion 他们向来自全球的媒体宣布 又做到了一个世界第一 无人驾驶 许多车商或高科技大厂都在研究测试 但可以上路载人 而且还作为大众运输工具 瑞士真的是世界第一 就是这两台头跟尾长得一模一样 被说像是装了轮子的缆车车厢 其实看起来有点像可爱面包车 又有点像小巴 总之造型流线 带点未来感的无人驾驶巴士 他们有名字叫Nafia 踏上无人驾驶巴士顾名思义 就是你在公车上面看不到任何一位公车司机 唯一就是由电脑行动中心来操控 那么这张公车上面大概是可以容纳15个人 11个人是坐着的 然后4个人站着 这是它的最大承载量 这边 公车就启动了 2016春天 瑞士领先全球 率先在西南部的西洋旅游风景区 开始围起两年的试运行 负责接送旧城地区的游客 当无人驾驶的巴士在道路上面行驶的时候 相信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它的安全性了 不过这辆叫做Nafia的无人驾驶巴士 它从车顶到车底以及车身的两侧 都有许多的摄影机以及感应的装置 能够侦测到四周在一定的距离之内 有哪些车辆靠近 有几个不同的摄影机 主要是LiDAR 你可以看到三个在这里 主要是用于标准 然后运动摄影机 还有摄影机 还有摄影机 还有GPS系统 这是两个LiDAR 也就是说虽然没有驾驶 但这辆无人巴士从头到脚 从前到后都有无数个眼睛 看着车辆四周路况 包括车顶有一个GPS追踪定位装置 再来车身上下前后各有四个广角摄影机 除了可以监控四周车况 地上的交通标线和红绿灯交通号制 也都看得见 另外还有六个雷达感应装置 当有任何物体接近巴士 到一定的危险距离 巴士就会停止前进 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无人驾驶的巴士 它现在在道路上进行道路测试 然后现在完全这里面 除了电脑控制之外 是没有其他人在开车子的 那现在时速最快是可以达到20公里 它主要是做短程运输 有点接的不对 我觉得还好 因为它的地本来就是颠的 而且它非常安静 刚刚在外面听起来是非常安静的 首次在媒体前公布道路测试 Run for the first time 尤其TVBS又是全亚洲 唯一获得采访的媒体 我们当然把握机会 在有限时间里多拍多视 无人概念势必成为未来趋势 它要测试的是关于 在车体外面 如果有任何的人车经过的时候 这辆车子会怎么样 很清楚可以看到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妈妈推娃娃车 巴士依照电脑设定的安全距离 在感应到娃娃车时就立刻停下 而如果有任何紧急状况 车上也有紧急按钮能控制车门或车辆行进 Navia是由瑞士一间新创公司 所研发出来的公车智慧系统 成功研发出软体之后 瑞士在与法国一间环保自动驾驶汽车公司合作硬体 于是Navia成功诞生 而且目的性跟其他国家研发无人驾驶科技有所不同 我们发生的同系统筹иль Howard 我们的问题建议一种两个孙伴чик 所以包括使用更環保的电力动能系统 一切设计都是为了公众 更便利 更环保 减少道路上汽车数量 也因此为了适合短程运输路线 他们还研发了类似飞机塔台 在机场里扮演的角色一样 能控制巴士 我们想想象一下未来的车车 当然现在我们在设计这种车车 是一个车车系统 当然在未来 我们只会想象一下 创造大车车和小车车 无人驾驶未来概念在瑞士实现 而且运用在公共运输上 更便利而环保 让瑞士这个世界第一 显得更有力 TWS 我们这次从台湾飞到瑞士 非常难得 有这次独家采访 无人驾驶公车的技术 那么也看到了 瑞士人做事的方式 而且在我们回国之后 其实全球的媒体 也持续地报道 上次瑞士邮报 就专访了Navia的总裁 他还特别提到了 非常开心有台湾的媒体 前来采访 甚至跟大家说 欢迎来到未来 好 稍后回来 我们还要带您来看 瑞士观光如何hold住 他们的品质马上回来 瑞士以美丽自然的山水 世界闻名 每年来到瑞士旅游的游客 多达上千万 但是不管人数增加多少 瑞士始终有自己的态度 来迎接各国的游客 台湾想要拼观光 效法瑞士 还有哪一些瑞士做到了 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 继续来看看 从少女峰到马特洪峰 在从异语区的 贝林佐纳到法语区的威维 绿野古城湖光水色 穿梭于山间的缆车 驻了滑雪者一臂之力 鉴于百年前的齿罗火车 又让人们得以亲近 这些中年白雪的险峻冰山 想登上少女峰 火车票并不便宜 一张来回184瑞郎 折合台币6000块钱 但昂贵火车票也减少不了亚洲游客 想一窥少女峰顶迷人美景的兴致 根据最新统计 2015年中国游客到瑞士旅游人数 比前一年大增了33.3% 首次成为瑞士第四大游客来源 也难怪少女峰火车 开始出现华语广播 位于海拔3454公尺 欢迎光临少女峰 阳光白雪映衬着少女峰 纯洁无瑕 来到这 人们的心灵都像是被洗涤了一番 通彻透明 就像瑞士 明明是观光大国 到处都是旅游圣地 但这些地方 怎能美得像是没沾染到 世俗的观光气息 追求高品质的观光业 应该是个重点 这其中包括了友善直谱的人民 治安良好的公共环境 还有全世界最发达准时的 铁路交通运输系统 不管是我们去采访的 格林瓦德或策马特 两个观光小镇 最多的就是旅馆 目前瑞士有超过 7500家大小旅馆 总投资金额超过100亿美金 除了当行集团式饭店 小巧精致的家庭式旅馆 是瑞士乡村旅社的典型 要能在观光大国瑞士 从事竞争激烈的旅游业 可不简单 尤其是嫁到瑞士的台湾女生 因为这边民宿 它跟人家竞争非常难 因为大家很多民宿在这边 也是有瑞士人开的 也有台湾人 也有开民宿 所以要竞争很难 所以你要做出 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才有可能生存下去 把柯林母亲留下了 两层楼老房子 变身成为乡村风格小民宿 一开始真的不容易 一开始就是从什么零开始 地板自己装 灯自己装 然后开始油漆 什么都自己来 因为这是最省的 因为这边瑞士的人工 非常的贵 他就开始学怎么装地板 我开始学怎么样 漆油漆 除了人工贵 税也高 在瑞士什么都得按法律规矩来 就算我们没有去通报 还没有通报 我们打算去通报 之前他们就已经寄单子来了 所以他们就是说 其实他们都有在看 他知道我们有这个民宿 就把那个税单直接寄给我 然后告诉我们 一个晚上一个客人 要收多少钱 他们要收多少钱 但这些都只是基本 Jabi的民宿一开已经九年 要能生存下去 得有更多不一样和高品质 在一箱进营民宿Jabi的成功秘诀 就是在于他可能要比瑞士人 更注重一些细节 像是这媲美饭店 mini bar等级 而且是free的 不用收费的这个 这么丰富的cookie chocolate 就是Jabi的民宿 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 有客人是都没有动 就后来要离开的时候 我说你怎么都没有吃啊 他说我不知道要付多少钱 我就说那全部都是免费的 他就哇 他说他怎么会是免费的 这看起来真的会以为 是要收费的耶 对啊 这就是做出跟其他的民宿 或者不一样的地方 对 我希望能够做出有点不一样 然后还有那个面膜啊 水之类的 Well if I don't love you baby 附赠特别从台湾带过去 MIT的面膜 要让全世界旅客 在寒冷干燥的瑞士冬天 有滋润的感受 这个台湾人 在苏黎世开的小民宿 比注意细节 追求品质的瑞士人更细致 各方面都要求自我 完美高标准 绕了瑞士一大圈 我了解了 瑞士的迷人是靠 瑞士人 Well you know I love you baby Well if I don't love you baby Greetsy bro 我是晴凌千 感谢您的收看 瑞士采访干苦 还要继续看下去 这是要带前往少女风的 换车的一站 叫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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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展书涵 欢迎您收看TVBS 要动变换城市 釜山特别报道 说完这一次 要带大家前进到的是 韩国的釜山 而我第一次 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 觉得很像台湾的高雄 也确实没有错 它是韩国当地的 第一大港都 我们就来看到 2010年的时候 它的人口数 已经达到360万人 而整个釜山生活圈的人口数 更是达到了400万人之多 是继首尔之后的 第二大城市 而另外呢 我们当然也要关注到的是 它的港都经济了 它的港都经济 在世界上排名第六 每年在这里要处理 1800个标准货柜 年货运量更是达到了 4亿顿之多 占有举足轻重的一个角色 而韩国当地政府呢 也加紧脚步要乘胜追击 他们在2030年的时候 开通了北极航道 预计要来上路 到时候将会串联起的是 亚洲 北美洲 以及欧洲三大区块 而且要一次的来提升 整体的服务 现在呢 就跟着舒涵 一起来去一探究竟 红色的引导大桥 部分桥身慢慢升起 宛如在跟大家打声招呼 是属于港都釜山 独一无二的特殊景观 每天下午2点 15分钟的开桥仪式 人车全面禁止通行 让繁忙的都市来个 短暂刹车 建于1946年的引导大桥 是日据时代为了御书人民所造 也是釜山第一座跨海大桥 过去大型船只经过时 就会升起 曾经一天最多开河7次 现在时过境迁 多半只剩小型的观光船只通过 升起桥身 纯粹是观光用途 釜山是一个港都同学 拥有他们全国最大的渔市场 而现在我们位在的 就是扎嘎骑鱼市场 扎嘎骑鱼市场在这个地方 从韩战时期就被定调为 活鱼交易的一个地方 到现在已经成为当地的 一个观光景点 现在已经是傍晚时分了 还是有很多的游客跟顾客 前来选购鱼货 繁忙的鱼货市场摆满了生鲜鱼货 在这边叫卖的多半是上了年纪的妇女 他们说话爽朗 被称作是扎嘎骑鱼 那一旁有市内大型鱼市 各式鱼货这里也有 每天十架电子看板 清楚标示 让人一目了然 除了走一趟游市场 也有观光船 能够走一遭 绕经的路线选择很多 而舒涵这一次搭乘的 是能够一睹 釜山港风光的船只 搭乘这种观光船只 除了可以一保港督景色之外 你大概也注意到了 在我后方 有很多的这种大型的货柜船只 釜山港在他们韩国国内 是第一大港之外 在世界上也有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去年他们整个大型货柜的集散量 已经是排名世界第六 堆叠成山的大型货柜 是港口的繁忙印记 自从1876年开港以来 这里每年都要处理 1800万个标准货柜 和100多个国家 500多个港口联系 临近庞大国际市场 有着地理优势的釜山港 这几年积极寻求扩张 打造的新港区 预计2030年陆续完工 增加服务基地 以及自动化组装系统 另外进行中的北航站建设 将会作为海港观光基地 预估创造31兆5000亿韩元的 观光效益 以及12万个工作机会 确实釜山坐拥港督优势 海景观光一直不落人后 除了海云台沙滩之外 还有广安里海滩 以及松岛海滩 观众朋友一定很好奇 我到底在看什么对不对 我在看这个空中缆车 这是釜山的松岛海水浴场 最新的一些基础设施 让观众朋友可以来到这边 好好享受一下海上风光 其实在釜山这边 有很多的海水浴场 松岛不是最知名的 不过他们的政府很用心 在这边打造一系列的基础设施 包括我们现在站的这一个 是Skywalk空中步道 另外在未来在那边 还会有一个海上跳台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 前来观光 陆续推动的打造计划 要重新吸引观光目光 成功从原本的第三名排行 窜到现在人气第二 因为松岛区是韩国 第一个海水浴场 在2003年曾经遭受台风肆虐 灾情很惨重 能有现在的光景 是因为近年当地政府 急起直追 沙滩度假 港湾建设 釜山在寻求发展契机上 无论软硬实力 都要与时俱进 齐头并进 而这几年呢 他们也非常积极的 在争取国际曝光度 真的可以看出 釜山市政府的野心 我们就来看到这几年下来呢 积极开跑的是 MICE产业 也就是会展会议 还有奖励旅游等等的 这种会议经济在这边是蓬勃发展 2005年他们举办了APEC峰会 在这个基础下呢 他们一同发展出的 包括了膳食物流保安等等 这几年下来 真的有很不错的成绩 浮山著名的海云台 除了是观光圣地 更是当地发展MICE产业 也就是会议 奖励旅游 会展展览 经济的发源地 浮山的海云台区呢 在2005年的时候 曾经举办了APEC峰会 而在我旁边的这栋建物 就是当时他们为了 举办会议所建造的 它叫做Nuri Maru Apex House 这是什么意思呢 Nuri代表的是世界 那么Maru代表的就是顶峰 所以加在一起 就是世界顶峰APEC之家 而在他们举办了 这个APEC峰会之后 也为釜山当地奠定了 发展会议经济的基础 举办建筑是峰楼 坐落在釜山东坡公园 同时拥有山林与海岸美景 当时接待元首们的物品 都被完整保留 成为今日游客见证 历史的展览厅 会议室里 美国 中国 日本 甚至台湾各国名板 都整齐摆放 诉说着在这边 曾经接待过21个国家 超过600多名海外人士 APEC的举办 让当地在MICE产业发展上 有了很好的经验累积 当时参与筹办的策划公司 也完全投入发展MICE 现在透过镜头 带大家来到是釜山 最大的MICE公司 同时也是整个韩国前五大的 在这边提供给他们客户的 是一站式的服务 从最前端的宣传 到后端美术设计 以及事后的市场研究 在这边通通可以一次搞定 看来一般的办公室 策划各大会议活动 虽然员工才40人 却是推动城市魅力的要角 配合MICE发展的产业很多 像物流仓储 通勤保安 膳食住宿等 其中最明显的是 当地随处可见的 五星级或高级饭店 配合这些国际活动 应运而生 也成为釜山城市宣传的 重要一环 今年在当地举办的 菲森魔术大会 是国际级的魔术盛事 透过MICE公司策划之后 多了许多周边活动 像是魔术展授大会 能够乘租摊位 贩售魔术小物 不管是他们的摆设 不管是他们的地铁什么 你就是可以 就觉得好像是 在办一个魔术秀一样 对 这觉得非常棒 除此之外 大型策展活动 也是文化宣传的大好时机 结合釜山观光社摊位 带尽的是韩国传统服饰习俗 辅山在迎来魔术节之后 其实场内场外都没有闲着 上市场外 我们现在来到是 辅山主要的商业街道 这条街道在比赛期间 每天晚上都有相关的魔术表演 大家只要找一个位置 就可以免费坐下来欣赏 现在透过镜头 一起来看看 入夜的辅山 魔幻秀带来 还生笑语 也让人看到这十多年来 麦斯产业在釜山 恰似魔术般的奇幻蓬勃 TVBS新闻 众龙占书函 韩国釜山采访不到 紧接着要带您来看到的是 国际间的五大电影节 而当然釜山没有因此缺席了 他们这几年来 非常致力于釜山国际电影节 每一年都是众星云集 也把他们的城市品牌价值 不断地来提升 而背后带出的就是生产收益 已经达到了774亿韩元 另外还有经济收益 更是达到了342亿韩元 而背后所带动的人力需求的 就业量也达到了1000多个 我们就来看一下 釜山如何靠着他们的影视产业 蓬勃发展 俊俏偶像眼活爱情浪漫迅速爆红 卖座电影荣登台湾最卖韩片 而这些全改编自韩国正夯的网路漫画 2017年刚刚成立的釜山网慢创作中心 书架上头一本本网路作品 让民众尽情翻阅 这几年其实在韩国吹起了一股风潮 就是由网路漫画所改编的戏剧 还有电影 而这股热潮也让南韩的政府 决定打造了这样子一个 漫画网路的创作空间 很多作家都聚集在这里 而且你仔细看一下我做的椅子 这是一本漫画书的造型 而这本漫画的作家 也在这个中心里头来从事创作 现在带你一起来去找他一下啰 就是这一间啰 亲切招呼我们进门 这不到两平大的独立空间 是南定薰的工作室 各种绘画器材作品随处可见 赶稿的时候一天在这儿 带上15个小时都很常见 甚至还会翻阅一下台湾作家的作品 来个脑力激动 而像这样经过征选进驻的画家 在网慢创作中心里头 总共有44位 进驻之后最多可以待到三年 水电房租全免 但在附近外租工作室一个月基本50到60万韩元 这和台币一万三千多块起跳 对创作者来说这是很大的帮助 像南定薰画家最近刚好有一部作品被网慢平台向重 有机会转成大荧幕呈现 最后一部作品被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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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把饼给做大 每年釜山都有网慢节登场 邀请世界知名画家前来交流 而在釜山当地则粗估有160位的网慢画家 这些都有机会成为下一部卖作大片的潜力股 看工作室的简单 我们有兼的作品是兼职的 10-15个每年缓制的創作型 創作者为我们建设注 协计产物过来 其中说这些作品都有 南定薰家的I 跟林涕人的DEE 这些作品是映山的占作者 在政府有心培植之下 打造亚洲影剧中心 年年登场的釜山影展 重新云集 这几年更是许多大片 寻求技术协助的拍摄基地 韩国釜山这边同时也拥有了 全韩国最大的一个摄影棚 可以看到这大面的key板 配合上他们很成熟的技术 所以包括了韩国很知名的 时速列车 还有好莱坞电影黑豹 都曾经来到这边 寻求他们的专业协助 漫威英雄在釜山街道全面开打 韩国本土电影时速列车 也选择在釜山拍摄 不管是僵尸横行的车厢 主角仓皇逃命 这些画面都在釜山 银湾区数位港拍摄 这里有韩国最大的单体摄影棚 同时也提供了影像处理 高阶技术及器材 像全志贤 一人分射两脚 都能够完美地拍摄合成 目前在这里 每年都有十部作品进行拍摄 我们的电影视团队是很高兴的 在其他地域的地方 在山上或外面的地域 这种形状态的位置 我们的电影视团队是 我们的电影视团队是 所以外部的拍攝物量和室内的拍攝物量 都能够一停地做得到 跨萤幕培植创作能量 P湾区打造印象中心 多管旗下政策扶持 让釜山影视在亚洲逐年发光 变幻城市釜山到底还有哪些故事可以说给您听呢 其实真的还有很多 这个地方其实不说你大概不太清楚 在韩战时期釜山涌入了大批的难民前来避难 所以在这个城市里头有一些历史味的角落 我们就来看到这个草粮洞 这个社区其实面临了高龄化的问题 它没有25%以上的人口都超过65岁以上 所以居民曾经非常的没落 认为自己被政策给遗忘了 不过这几年没有大新土木 政府推的是改造计划 所以这个地方现在开始活络起来 生机勃勃 而除了这个地方之外还有哪些呢 我们继续来看到的包括了草粮洞书街 这个书街是旧书街 也是从韩战时期就流到现在 再来甚至是一般平民百姓所居住的虎川村 也因为隐聚的关系加持之后 现在变成了超航景点 辅山是一个大城同时也是一个老城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些小区域呢 逐渐在没落甚至面临高龄化的问题 像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草粮洞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同样面临相同的困境 但是配合文在寅总统的政策 他们开始了改造计划 所以呢就像我现在这身衣服 也要换上一下新装咯 好啦我换好衣服啦 看到这个衣服 这个据说呢 是他们80年代的高中制服 还有这个背章有没有 我今天是值日喔 是不是听起来好像 感觉很有这么一回事 不过现在穿上他们旧的制服 我们要去这个小区 发现新的景点 草粮洞位在釜山东区山坡上 是寒战时期大批难民所在的避难区 民宅沿着坡地搭建 所以有个168街的长梯 是当地住民景点 而近期搭配改造计划 福山政府在这里搭建了单轨列车 一次4到5人搭乘没有问题 透过列车缓缓上升 免去爬梯楼内 在2016年的6月正式行驶 造福当地居民 因为这个社区面临高龄化危机 有25%的居民年龄都在65岁以上 配合政府活化再造方针 2013年逐漸有了規模 當地政府也輔導青年 在這裡經營咖啡廳 因為絕佳的坡地視野 總有不少民眾前來拍照大卡 後來被知名偶像劇向眾 成為拍攝現場 所以這兒不時就能看到 大型偶像力排 而像這樣的城市角落 在釜山真的不少 另外來到釜山這邊 其實你也可以感受一下 翻閱書本的一種感覺 這邊是保水洞舊書街 你可以這樣看過去 還有大概50幾家的舊書攤 正在經營著 其實他們是從寒戰時期 一直保留下來的 雖然現代人好像不太看書了 但是他們還是很努力的 在經營著 舊書堆疊充滿歷史味道 過去即勝時期有85間的書攤 現在只剩50家 而在這裡經營幾十年 擁有兩家店面的老闆 跟我們訴說著書接由來 戰亂時期的時代氛圍雖然已不復健 但依稀可見的是人們穿梭書鎮間的書鄉浪漫 同樣吸引了偶像劇前來取景 偶像劇加持之後 有30%的客源來自海外遊客 為這邊帶來新的消費力道 好 你現在有沒有覺得我好像從拍攝場景裡頭走出來了 沒有錯 因為我們現在實際來到了就是釜山的虎川村 這個地方因為知名韓劇拍攝之後一夕爆紅 也吸引了很多遊客前來 而當地居民也把當初劇組所留下來的拍攝道具 在這裡完整的保留下來 這個位在釜山帆川洞的住宅區 有著類似台灣九份的樸實魅力 在偶像劇加持之後 同樣吸引不少戲迷前來朝聖 當地居民也成立了協會 因為原本寧靜的住宅區爆紅之後 外地民眾蜂擁而至 難免吵鬧喧囂帶來雜亂 協會會將坦言 大家對此都還在想辦法找出平衡點 都市活化 老城再造 沒有大興土木的背後 釜山用了少量建設搭配影劇宣傳 讓都市角落也能夠各自發光 當然我們都來到釜山了 很多人可能都會想要問一下說 到底有什麼地方好玩 有什麼地方可以去走一走的 而且釜山最近真的是滿夯的 他們的年度搜尋量 已經是達到了322% 真的是滿驚人的 所以我們這一次非常幸運 到了當地之後剛好碰上了 他們的繡球花慶典 每年的6月中旬到7月初 在太宗台上百花綻放 而且繡球花它的花色深淺 其實是因為它的土壤酸碱度 所影響的 除了花可以看之外 我們往海邊來走一走吧 海邊有什麼東西可以體驗一下呢 來看到沒有錯就是熱氣球 這是他們第一屆的熱氣球節 不過提醒大家如果要去 可能要預約一下 因為目前只有一顆 不過你搭充熱氣球 可以緩緩升空 用不同的角度 來去欣賞釜山的美景 現在透過鏡頭 帶大家來到的是太宗台 而在我們旁邊 是他們的遊園車 而這遊園車 即將會帶我們到上面去 因為現在上頭 正好是他們的繡球花季 而且一年一度 都吸引很多的遊客前來觀賞 我們現在上車囉 復古造型的遊園車 以大大繡球花裝飾 這是初夏時節的限定服務 20分鐘一班 每天運載6000人次 前往太宗台上的太宗四賞花 現在我們已經順利來到了 繡球花慶典的會場了 可以看到我旁邊 就是一個綻放的繡球花 靠近一點 好像比我的臉還要大對吧 在這裡到處都是這樣 綻放的繡球花 種類多達30多種 今年已經是第13屆了 人氣依舊不見 我們在烏山上 從2006年開始的繡球花慶典 每年6月中旬到7月初固定舉辦 長達9天時間 每天吸引2到3萬人前來 剛好釜山屬於韓國較為潮濕的區域 特別適合繡球花生長 包括泰國荷蘭 中國印尼等地品種 年年繽紛綻放 而事務長告訴我們 影響花色的其實是土壤酸減性 土壤偏減 花色越深 偏酸 花色越淺 搭配慶典 這裡週末都有表演活動 讓現場剛好放假的軍中弟兄 忍不住跟著又唱又跳 觀眾席間更能看到僧人 列席欣賞 也讓人難得看到了講究佛門親近的寺院 充滿了歌舞喧囂 透過慶典與民同樂 而搶公初夏商機的慶典活動在海邊也同步登場 初夏時節來到釜山還有另外一個慶典可以參加 那就是熱氣球節 而且今年是他們的第一次舉辦 而現在熱氣球已經準備好了 跟著舒寒一起來去搭乘吧 走吧 那我們現在準備出發囉 以火力讓空氣升溫 熱氣球在沙灘上頭緩緩起飛 過程不靠溫度計也沒有儀表板 全靠專業飛行員的經驗掌控 這是我們的 沙家您 沙家您不是嗎 真光一致 新和力十足的老闆擁有熱氣球飛行執照 今年正式接受釜山政府邀請 在海雲台沙灘飛行熱氣球 而首次搭乘的我開心拍照之餘 還是難免有點怕怕 這其實很不舒服 笑說自己也很害怕 但其實老闆說 別怕啦 除了自己夠專業之外 也因為今年是首次舉辦 所以只單純直線上升15米 安全性高 讓大家從高處欣賞海景風光 而且體驗飛行 在10分鐘之內就會結束 好 現在熱氣球已經緩緩在下降當中了 透過老闆非常緊張的操作 非常的穩定 非常的安全 但是要能夠達到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其實事前的準備工作也不能夠馬虎 一般來說熱氣球至少300公斤起跳 得要幾個大男人一起搬動 邊組裝邊檢查設備安全 打入空氣後前置作業差不多完畢 而一個熱氣球造價約1億韓幣 折合台幣300萬上下 如果是特殊造型價格得要多個1.5倍 但能不能飛上天就得看老天臉色 海風強勁但安全條件之內風速不能超過2米 也不能下雨 所以在海雲台這邊即便能飛 一天也不超過3小時 這讓老闆非常羨慕台灣的台東熱氣球節 海景熱氣球剛剛起步 繡球花海年年繽紛綻放 初夏的釜山無論山海都以特色慶典 開闖觀光商機 TVBS新聞中東詹書函 韓國釜山採訪報導 如果你去過韓國 你大概也發現到了大街小巷 都是大大小小的咖啡廳 他們真的很喜歡喝咖啡 而他們的咖啡市場是達到了3180億台幣 非常驚人 而在釜山這裡有釜山的咖啡一條街 業者們非常有心自組了協會 而且成立了咖啡博物館 吸引遊客前來體驗他們的咖啡香農 停駛的沿海鐵軌過去的維埔鐵路 沒有雜草橫生 而是鋪上平整碎石 成為釜山市區新興景點 這條維埔鐵路有韓國最美鐵道之一的美名 總長4.8公里 從釜山海雲台沙灘的尾端 維埔一路延伸到鬆庭 沿途海岸美景 盡收延底 2013年底正式停止營運 以前的話 一般都是這些城市都會給拆掉 然後包括這些路啊 還有一些這些舊的樓都會拆掉 然後蓋新的樓 但是最近就是從2017年開始 新的政府上台之後呢 最多的提倡的就是說 我們保留舊的東西的情況之下 再注入新的活力 保存後的鐵道人行區也串聯起 另類海岸景點 大約走一個小時路程 就能抵達青沙埔燈塔 以及2011年剛開放的天空步道 向海延伸的步道特別用玻璃鋪墊 讓人彷彷彿走在海面上頭 把青沙埔燈塔 配合政策让原本是没落渔村的青沙谱 再一次找到火落商机 2011年至今已经有53万名游客前来 每周更有3000名以上的人潮 带动了周边商权火落 好 现在小渔村更摇身一变 变成了知名的打卡景点 像现在我们就在渔村附近的一间咖啡厅 它是属于比较高楼层的 在这里他们叫做Capte Lupita 就是屋顶咖啡厅的意思 所以你在这里就点上这样子的一些餐点 就可以回到位置上好好享受 点份甜点迎着海风 初夏的本山很有南洋风情 像这样有视野的咖啡厅很受欢迎 或许也跟韩国人特别爱喝咖啡有关 根据韩国关税厅和咖啡业界统计 近十年来韩国咖啡市场成长了30% 2017年韩国的咖啡市场规模高达11兆7397亿韩元 这和台币大概3180亿元 相当于一年韩国就喝掉了265亿杯咖啡 平均一人喝掉512杯 一天就要喝掉1.4杯 咖啡文化在韩国可以说是遍地开花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釜山地区的田埔一条街 这个地方过去都是五金行 不过逐渐转型通通变成咖啡店 而且现在是全韩国最大的咖啡一条街 而这边的商家真的很有心 也一起组成了一个协会 然后筹资设立了这个咖啡博物馆 我们现在一起来去看看吧 你好 欢迎您 你好 领着我们参观这间咖啡博物馆 目前收藏了420项古老的咖啡相关器具 像是葡萄牙带回的研磨机 制造于1850年全世界只有三个 而这一类百年收藏品在馆内比比皆是 从去年6月开幕以来就吸引中国台湾 日本等亚洲区的咖啡协会前来参观交流 以分享为基础的咖啡博物馆 不用入厂券完全免费 也让田谱商圈的咖啡氛围更加浓厚 目前总共有30多家大小咖啡厅 2017年时更被纽约时报票选为 必须前往的世界名所之一 这股席卷韩国的醇厚咖啡香 飘进釜山一条街 也顺着废弃铁道飘进渔村香农翻转 TVBS新闻中董詹书涵韩国釜山采访不到 欢迎持续回到的是药动变换城市 釜山特别报道 我是詹书涵 而书涵现在要带大家来参与的是一场魔术盛会 菲森大会这一次在釜山来登场了 它有魔术界的奥林匹克之称 而它是由法国所发起了 集结了50个会员国来参加 而台湾当然也没有缺席 这一次我们总共有三名选手参赛 有两名选手拿下了很不错的成绩 包括了可以看到是总冠军的部分 还有纸牌部的季军 都是由台湾区的选手所拿下的 而釜山他们自己也是表现 有很不错的这个魔术实力 而韩国本身他们的魔术风气 据说是由这位李勇军魔术师所发起的 而这些魔术师实力到底如何 我们有给他随堂考 所以现在跟着舒涵一起来去看看吧 每三年举办一次有魔术界奥林匹克之称的 菲森魔术大会 2018年来到釜山 福山其实年年都有自己的魔术节 而今年是历经两次申办 取下了国际魔术大会主办权 汇集22个国家 113名魔术师前来 更有超过100场的魔术研讨会 让大家一起切磋记忆 我们实际走到场那一间咖啡厅 拿出舒涵自备的纸牌 现场来个小测验 我这边有一副扑克牌 那我们算是给魔术师一点小小的 所以看好 看他能不能展现一下 小小的技术给我们看一下 随便学对 OK 嘿 这一个 Zakarine can you help me maybe pick one 其实是这样子 我们有五号 方块五 就是方块七 可以介绍你手吗 好 就这样子 随机抽策就能感受到高手在民间 沉重的银币在马来西亚魔术师的手上 神出鬼没 而赛会期间能够欣赏的魔术秀还有很多 其中在2015年飞森大会上获得冠军的选手金宋明 特别接受了TVBS专访 在他手上纸牌仿佛有了生命 专研魔术13年的他从高二开始接触魔术 获奖之后国际邀约不断 也看尽韩国魔术兴起之路 韩国魔术萌芽大约在2000年 由韩国的李永军魔术师带起 2006年举办了第一届釜山魔术节 2008年韩国已经有两所魔术学校 而韩国魔术公司粗估有200间 发展至今2018年举办了FISA魔术大会 韩国政府有心发展魔术 因为近年来亚洲崛起的势力不容小觑 这回我们还巧遇了前来担任 评审的魔术大师刘谦 他认为过去欧美独大的状况 已经开始出现转变 以前我们厉害的魔术师 在欧美嘛 现在都慢慢转移到亚洲这边来 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 大概有70%的魔术师 都是来自于台湾啊日本啊 中国大陆啊韩国 就亚洲的魔术师多 确实亚洲魔术正在兴起 赛会期间在釜山闹区走一走 也会有魔术表演能够欣赏 同样让人看了目不暇记 以台湾区来说 这一次总共有三名选手前来参赛 有专职魔术师许俊杰 也有一时钻研魔术的蔡之洞 以及旅外魔术策划师建伦廷 随手画的圆圈竟然能够变出硬币 手法细致流畅虚实难辨 25岁台湾区选手建伦廷 现在在上海担任魔术顾问 这一次获得近距离魔术总冠军 同时也是微型魔术的第一名 接受我们专访时他透露 魔术的发展其实比大家想得更广 像很多很有名的魔术师都是当顾问 所以其实当魔术你不一定是要在外面表演的 你可以当顾问型或是助理 那些都是没问题的 魔术幻变亚洲崛起 当盛会落幕之后 台湾或许该搭上这一股魔幻风潮 让更多魔术之光在国际间闪闪发光 TV电视新闻中文 张苏涵 韩国釜山采访到 持续回来我们还是在釜山这个地方 我是苏涵 持续带您探索釜山 最近他们有一个新的商机 不过他们着重的是小确性商机 我们就来看到他们有哪些小确性商机呢 本来有一间铃铛工厂 他们现在不做铃铛了 他们改做文具 为什么呢 因为文具单价比较低一点 但却可以让大家觉得很幸福 另外还有这个城市生活的压力 真的很大 所以有一种森林疗法 这不是普通的森林 这是有香氛作用的一些树种 而且有专业人士可以带着你 一起来体验大自然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釜山的引导地区 在这里有一个新兴的打卡景点 我们来看到我旁边的这个招牌 写着新奇杂货店 这个新奇杂货店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先不告诉你 不过我先告诉你的是 它原来是一间铃铛工厂 没错 以前在这里卖的就是我手中的这种铃铛 不过现在他们已经不卖铃铛了 还有以前的做铃铛的机台 也都变成店里展示的一部分 在这里呢 现在卖的是各式各样的文具 而且到周末的时候呢 他们的营业额可以达到 300万到500万韩元 充满年代感的水泥色空间 摆放上设计精巧的文具 以及各式办公小物 多半都是韩国本土设计师的巧思 抓准了小确性商机 折合台币大概几百块的使用文具 也能够创造出惊人来客数 周末购买人潮逼近千人 平日也有300到500人次造访 但或许这个数字 您没有太多感觉 但这个文具店不是开在闹区 而是在偏郊区的半山腰 大面落地窗轻松眺望市区美景 室内则是简约白净 搭配植物画作点缀 这间咖啡厅是新奇产业的 另一项事业 让远道而来的客人 除了购买文具 还有更多停留的理由 1층 단층짜리의 외관이 아주 안 좋은 건물이었어요 근데 이제 저희 신기산업이 발전함에 따라서 새로운 디자이너나 새로운 식구들을 젊은 친구들을 영입하려고 하니까 밖에 외관만 보고 회사에 이제 안 오시더라고요 그래서 저희가 이 건물을 용도의 랜드마크가 될 수 있도록 멋지게 지워보자 해서 이렇게 지금 사옥을 짓게 되었습니다 이제 카치店이 지금 社群媒體上投 소유知名度의景點 외장員工数 就有28名 不再乏人问津 也順利 让文具小物 结合 咖啡香氣 让总是 회사에 있는 滿檔 的上班族 體驗一下 小確幸的 滿足 고맙습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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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有很好的 办大型会议的规划 以及場所之外 其实他们也注意到了 应该要心靈放松的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的 就是去年 刚刚开幕的 治愈林 在这个地方 除了可以 清静大自然之外 也有森林指导师 可以用一些 清静自然的课程 帮你放松情绪 我们现在就 加入他们吧 我们闭上了眼睛 调整呼吸 像这样的课程 是韩国政府森林厅 七年前 开始推动的政策 在国内寻找 适合的山林 种植具有芳香 或疗愈心灵的树种 都市에서 生活을 하시고 일을 하시고 그렇죠 근데 이제 그 안에서는 내가 스트레스 받고 있다든지 힘들다는 문제가 있음을 아실 수가 없어요 근데 이제 그 범위 내에서 내가 지금 생활하는 그 곳에서 벗어나야만이 또 나를 바라보실 수 있거든요 確實 南韩人的生活压力 在国际排行上头 一直居高不下 就拿工时 来看一下 南韩的工时 全球第二长 根据OECD的资料 每年人均工时 达到了2069小时 仅次于墨西哥的 2255小时 收入却低于 OECD国家平均 这些生活紧张 急需辅助出口 政府打造 治愈性山林 让大家走入绿印 舒缓身心 먹이가 또 이 향 별로 안 좋아한다고 그래서 원래 요구를 스페셜이나 이렇게 치유 프로그램 할 때 이렇게 하기도 해요 课程也包含 森林健走 顺带植物教学 像这样的森林指导师 必须是生态 或保健相关科系 经过两次国家考试 取得职责 一次团圆 4到15人 两位指导师进驻后 一个周末 最多接待400人 贴近山林 尽心疗愈 咖啡香醇 创意小物 在竞争激烈的 生活压力之下 逐渐崛起的是 充满疗愈的 新型商机 TVBS新闻 中农詹淑涵 韓国釜山参访到 那么以上就是 要动变化城市 釜山特别报导 我是詹淑涵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